Hi YouTub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Sigma 的 Precision 4 Brushes Kit 就是這一組專門用來遮瑕跟打亮的小刷子 那會想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的使用心得呢 主要是因為我發現好像應該是因為我們 東方人跟西方人的臉型有點差別 所以呢我根據他官網上面的 推薦使用方式 然後跟我自己實際 使用起來的感覺呢不太一樣 所以呢想要來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 使用方法跟我的使用心得 所以呢如果你對這一組刷具有興趣的話呢 那就請繼續收看下去囉 好首先呢我們就先來看 第一支刷子 第一支刷子呢是P80 他這一組的刷子 所有的開頭都是P 因為就是他這一組的名字叫做Precision 所以開頭就是P 那像他這一支P80呢 其實就跟這支F80是 姐妹 F80就是拿來 畫底妝用的大支的平頭 那這支是小支的 那根據他官網上面的介紹就說 這支是主要是可以拿來做 就是比方說你的臉這邊有比較 紅一點 那你可以做大片的遮瑕 或是你有斑啊 有疤啊等等 就是可以做大片的遮瑕 那根據我自己使用的心得呢 這支確實我會覺得 比較適合拿來遮就是你的臉上 如果有很大一塊的紅 就是突然紅腫的地方啊 或者是你有斑啊 或者是很大的疤等等 可以拿這支來遮 因為這支他其實的毛呢 比較鬆一點點 所以呢其實如果你有大的這種疤 你要遮然後要推開呢 這支會比較好推開一點 那如果是遮痘痘的話呢 我覺得這支會比較不適合 然後同時眼下的話我也會覺得不太適合 是因為呢我覺得 我們東方人的眼袋呢 其實這一區就是說 如果你要遮黑眼圈來講的話 這一區其實是比西方人來的小 所以如果你拿這支平口刷 來這樣子遮的話呢 我會覺得其實那個形狀啊 反而你會不小心容易就是遮太大片 那其實如果你要遮大片下面的話 其實是要用比較淺色一點點的遮瑕膏 然後再稍微的做打亮 所以呢這支還是原理上 會比較適合拿來做就是遮你的大的斑啊 或是發的等等 接下來我們來看下一支刷子 它的名字是P82 是一支圓頭的遮瑕刷 然後呢根據它的官網上面的介紹是說 它比較適合拿來做就是你的眼皮的打底 或是像你有高粽的眼影呢 很適合拿來畫 因為像一般我以前用眼皮打底 大部分都是用五指 然後可是說實在 其實我在化妝的時候 我很不喜歡用我的手來化妝 因為很容易就是把你遮整個手啊 或是你的梳妝台就搞得很髒 所以呢我真的覺得這支P82呢 是我的舊 那我覺得這支呢除了很適合拿來畫眼皮之外呢 還有就是非常適合拿來遮瑕 就是我們的黑眼圈的部分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實就是一個圓錐狀的刷型 大呢就會其實跟我們的名字非常的像 其實在還沒有買這支刷子以前呢 我深信覺得呢 全世界最好用的遮瑕刷 就是我們的無名指 因為呢它你的手有一點溫度嘛 那又圓圓的 那像我們都換人的眼皮呢 其實是比較小的 所以呢如果你沾一點遮瑕膏 然後用點的這樣子慢慢推開 其實是最好的方式 直到呢我遇到了這支刷子 我真的覺得這支刷子 無敵世界皮靡好用 因為呢它其實呢 就像你的無名指一樣 所以呢非常的好推開 然後呢不會有不均勻 而且呢用量非常非常的省 它的用量呢 比我自己在用手的時候呢 大家可以再節省個2分之1到3分之1左右 真的無騙人喔 因為它這個 它這一整組的刷具呢 都是人造纖維毛 那所以呢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人造纖維毛 其實它就是不會吃你的分之1的 所以呢 就是你只要沾一點點之後呢 它就非常的好推開 那而且像 因為我們的眼皮嘛 眼袋其實相對也是比西方很小 如果你用就是這種 比較平頭寬的刷子呢 你很容易就是遮太過多 可是呢我們在我們的黑眼圈下方 其實要做的是打亮 並不是要做就是遮黑眼圈的部分 所以要用的顏色不一樣 所以呢 我會覺得這一支呢 小刷子就是P82 會比較適合 根本就是剛剛好 這支呢真的是一級棒 如果呢你只有一點點的預算 你沒有辦法買整組的刷具 我覺得呢你只要買P82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要來看的是另外一支刷子 是P84 這一支刷子呢 是一支斜角的三角形的刷子 那根據哈官網上面的介紹是說 比較適合拿來做就是 鼻樑的打鼻影用 還有就是刷你的 cheekbone下面的修容的部分 但是呢根據我自己的使用方法呢 我的改善是 像如果你的鼻子跟我一樣不夠挺 就是雖然我也是有點鼻樑啦 可是如果鼻子不夠挺的話呢 拿這一支刷子來做打鼻影呢 其實蠻不適合的 因為你很容易就是不小心打太多 尤其像我們東方的這邊 眼窩眼頭這裡不夠深邃 如果你把它拿來這樣子畫鼻影的延伸啊 其實很容易就是看起來太大一塊在這邊了 我會覺得我們東方人的鼻樑 會比較適合再用更細一點的刷子來做就是修容的部分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推薦的是BH Cosmetics 它有一支就是斜角霜 那那一支呢就會很適合拿來就是畫鼻影的部分 這一支我自己的使用方法呢 是我覺得它非常的適合拿來做修容 就是清風上面的修容沒有錯 它很好推開 還有在就是你的這個塞幫子這邊的修容 還有就是你的頭髮際線上面的修容 因為它的刷子就是大概就是蠻適合就是這樣的寬度 所以你去推呢非常的好推開 那還有另外一個用法就是呢 像我剛跟大家說到就是呢 我在做完我的黑眼圈的遮瑕之後呢 我會在我的下面這一塊呢做提亮 那我一般就是會用YSL的提亮筆就是這樣畫 畫之後因為它是一個斜三角形的 所以呢就是直接這樣子做推開 非常非常的好推開 就是我覺得比手還好用 因為如果你用手去推開 其實大部分我會覺得啦 就是你的那個提亮筆的顏色都會在手上 但是呢吃進去皮膚的提亮呢其實是非常的少 所以呢用這次刷子就沒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它這一組的刷子全部都是人造纖維 所以它基本上不會就是吃你的遮瑕或是你的提亮高 所以呢它你就直接這樣推 非常的好推開 那因為我們要提亮的部分是一個三角形的形狀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就是刷子就是一個斜角的部分 所以呢其實真的很好推開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呢因為我年紀比較大 所以呢現在法令紋非常的明顯 那所以呢我就會用提亮筆先畫在這邊之後呢 就這樣子把它推開 所以呢我這邊的法令紋呢就不會那麼明顯 當然現在大家已經可以看到了 可是筆就是沒有化妝的時候已經好很多了 所以呢這一支就是我自己的使用方法 接下來我們來看最後一支刷子 最後一支刷子的名字是P86 它是一支尖椎狀型的刷子 那根據它官網上面的說法就是它比較適合拿來做遮瑕 就是你手啊或者其他刷子比較難遮的地方 比方說你的鼻子這裡 像有時候有的人他們鼻子常過敏 會一直心鼻涕 那鼻子這邊會紅紅的 這一支就是非常適合拿來做就是你鼻周的這邊的遮瑕 那或者是像你的眼睛就是眼頭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打亮的話呢這一支也非常適合 不過呢我自己覺得這一支最適合拿來遮痘痘 或者是像你臉上有小小的痣像我一樣 就是這一支你就直接沾你的遮瑕膏 然後直接你就點點在你的痘痘上面 或者是你的痣上面 非常的好做遮瑕 那還有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呢 我會把它拿來做就是我的B亮這邊的體量 直接沾就是你比較淺色的粉底液或是遮瑕膏 然後呢直接就畫一條線在你的鼻子上面 還有你的額頭 這一支刷具呢值不值得買 以我自己個人的角度 我會覺得我會給它四顆星 我會覺得它非常值得買 不過前提之下就是呢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非常不喜歡用手來化妝的人的話呢 這一支就會非常適合你 如果你也是一個非常喜歡用你的手指來化妝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一支對你來說可能就很好 不過呢因為像我自己會很喜歡這一支 是因為呢當然除了你的手不會弄髒之外 再來就是我會覺得就是用這些刷具來做遮瑕跟替 這樣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專業的感覺 然後呢你就會覺得很有趣 然後再來我會覺得這一組刷具非常好上手 是因為呢其實它的這一組刷具啊其實是比較有重量的 那但是又不會過重 所以我會覺得你拿這一支拿這一組刷具的時候啊 手呢拿上來一點然後呢當然這樣子做遮瑕 它那個力道呢會非常的剛好 就是我不會說欸就是真的很好遮瑕 就是它的重量是剛剛好的非常的好用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你在買這一組刷具的時候呢 它都會附上就是這種小刷套 所以呢如果你在洗完刷子 你要把它做塑型的話呢是非常好塑型的 再來就是我這一支刷子呢是前一陣子好幾個月前買的 不過是最近在開始用 然後那個時候買的時候呢它有送一個試用品 大家懂我一下 我送了一組小小的這個試用品就是 嗯他們的刷具的清潔手套 然後這是小的所以呢就是給一片這樣小罐 如果你是買原來的產品的話就是像大家現在看到這樣 是你直接可以戴在手上 然後直接清潔刷具 然後我已經把它拿來有了 我只能說我的天啊它真的就是縮短了 就是我洗刷子的時間非常非常的多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